罗宋汤又称红菜汤,是发源于乌克兰的农菜汤,在东欧、中欧很受欢迎。 在这些地区,罗宋汤大多以甜菜为主料,常加入土豆、红萝卜、芹菜和牛肉块、黄油等熬煮,因此称紫红色。 有些地方以番茄为主料,甜菜为辅料。 罗宋汤在20世纪随着白鹅难民流入上海租界开始传入了上海, 然后在上海民间也随着家庭的口味千变万化了起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杰,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道营养开胃的罗宋汤。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在每个星期一、三、五上传国庆的视频。 准备一条牛腱子肉,放在水中浸泡30分钟,可以很好地去除血水。 准备一根芹菜,切成一厘米块的小块状,清洗一下备用。 准备一根胡萝卜,去皮。 切去胡萝卜的两端,同样切成一厘米宽的小块状,清洗一下备用。 准备一个包菜,切去根部。 剥下每一片叶子,然后放在盆中清洗一下备用。 准备一根洋葱。 准备一个洋葱,切去洋葱的两关。 剥去洋葱的皮 同样切成一厘米宽的小块状备用 准备两个番茄 用刀在番茄的表面划一个十字开口 然后放入在碗中 加入开水 把番茄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很容易的去除番茄的皮 去除番茄的皮和番茄的根部 然后切成小块状 在这里要小心去皮的番茄非常的滑 在切的时候会很容易不小心切到手 切完后放在碗中备用 准备三个土豆 削去土豆的皮 然后切成小块状备用 削去皮的土豆要放在水中浸泡 否则土豆会有氧化反应 会变黑 这样也可以去除土豆中多余的淀粉 在锅中倒少许橄榄油 准备煸炒牛肉 不需要煸炒很久 煸炒至牛肉表面变色即可 加少许盐和黑胡椒粉 煸炒均匀就可以盛出备用 不用洗锅 再倒少许橄榄油 把洋葱和其他的配菜煸炒一下 把洋葱煸炒至半透明色后 加入番茄一起煸炒 煸炒至番茄有一点软化 加入芹菜和胡萝卜一起煸炒 煸炒30秒后 把整个锅移去一边备用 准备一个汤锅 倒入烧水 加入牛肉 盖上锅盖 小火焖煮45分钟 45分钟后 可以用筷子试探一下牛肉是否舒软 可以轻松的插入即可 然后加入所有的配菜 加入一罐番茄沙丝 加入一罐番茄沙丝 搅拌均匀 加入土豆块 加入一杯米酒 也可以用料酒或红酒来代替 加适量的盐 不需要加太多 等一下还可以来调味 加两勺胡椒粉 搅拌均匀 加入一些迷迭香 加入所有的包菜 可以再加一些清水 搅拌均匀 水沸腾后可以尝尝味道 可以再加入适量的盐 盖上锅盖 焖煮30分钟 30分钟后加入适量的鸡精 稍微搅拌均匀 稍微搅拌一下 再次盖上锅盖 焖煮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罗宋汤不需要放糖 因为番茄沙丝 有足够的甜味 盖上汤后冷热都可以食用 都非常的美味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留言和订阅 我会在每个星期一 三五上传我新的视频